日本富士山梦之大橋是外國遊客的打卡熱點 但有遊客為了拍美照 直接走入大橋的車道入面 甚至在橋中央的雙向車道分隔區域停留 非常危險 因應這些危險行為 日本中央政府在5月29日 已經在橋上安裝了簡易欄杆 富士山政府表示 高峰時期每天會有大約300名遊客到訪夢之大橋 接下來會進入登山季 遊客也會增加 所以星期三開始在車道中央分隔區域 安裝高度約1米8的金屬欄杆 阻止遊客隨意進入車道 近日會員工